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欢迎收看本集台南夜市 在昔日台湾被划分成一府三县时 台南呢,同时有着台湾府与台湾县这两个行政区域 故有了府城隍后,又有了县城隍 想知道县城隍喵的故事,欢迎到我的部落格阅读文章 县城隍每年农历七月过后的夜选 在去年被登陆成台南市立民宿 但除了每年为人所知的大夜选 其实在城隍爷圣诞前也都会有几次小规模的夜选 借由大驾,城隍爷会来交代夜选相关事项 也会到处寻寻走走,四处防友 有不干净的就当场处理 今天最后一谈,只见关起大驾后 福德正神也下来作家 报了个名号,刷了个存在感之后 我开玩笑的,就换大驾城隍来了 苗兵,点欧吉,铁银骨料 就出发驾驾了啦 到了同样也在关大家的中泽堂 普济殿,和盛堂 来驾驾,say hello 这是俯成很可爱的一种人与人 神与神,庙与庙之间的交流 当然蛮多人不只服务一间庙 但也很多人只服务一位主公 所以借由这个机会到别间庙来看看 来串串门子打招呼 哦,你还没死哦?不是这不是这 是会闲话家常,资讯交流 最后再来一个 啊,不好意思啦,跟你接着 啊,辛苦啦 这类客套又不是礼貌的话作节 这样子跟大家上的主公出来访友的过程 也是浮成很特别的一种高北文化 话说回来,今日大家主要朝着小北的方向走 除了访友之外呢,也上到了天桥,到了公园,契屋等等 这些荣誉巨婴的地方来驱散这些游魂 而有太白目的,有冤屈的,有需求的黑旗收起 我们再回庙神里 最后再到了开机玉皇宫 把玉皇上帝阶段性任务结束 等待7月过后的大夜旬 当然,城隍爷大驾最后还是一一帮信众修盖 之后就退驾准备过生日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